另外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拿督·穆罕默拉西证实 截至目前为止 国会下议院下个月6号仍然如期开会 暂时没有更动 穆罕默拉西接受马来报章《每日新闻访问》时指出 暂时没有接到任何改期的通知 如果收到来自议会领袖 也就是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·沙比里提出更动日期 议长将会尽快对外宣布 根据国会官网所上传的会议日期 第十四届第四季下议院会议 将从下个月6号进行到30号为期15天 议长拿督·阿兹哈早前也说明 国家元首苏丹·阿多拉陛下 将会在6号当天早上10点主持开幕仪式 并发表施政预词